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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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只股份是中海油883 中海油重新立派息政策不变 创商预料他们2022年和2023年股息率分别达到15.6厘和12.6厘相当吸引 虽然中海油尚未公布2022年末期息 但他们上星期公布的2023年度经营策略和发展计划概要当中 再次重申 无论公司经营表现好还是坏 为了确保股东回报 2022至2024年 全年派息比率预计不低过40% 即是不低于0.7港元 为好息一续打下强心针 产量方面 中海油2023年公司淨产量目标是 六亿九千万和七亿桶油当量 以及七亿三千万至七亿四千万桶油当量 高盛说到 中海油三年生产展望和他们的预期是基本一致 2022至2025年年复合增长率是5.6%至6.1% 说到资本开支 中海油今年的资本开支预算总额是1000亿至1100亿 高盛引述管理层说到 中海油可望将整个项目建设周期缩短20% 这样能够减少资本支出 并且能够提供项目的盈利能力 涵博综合多间券商 最新的平均目标价是14.01 较上星期五收市价10.46 高出超过三成 建议投资者是10.3买日 目标是12元 跌穿9.7便适宜止虚